我們剛剛花了一些時間呢 請評審們來好好地溝通一下分數 那在真正地公布了我們今天的結果之前 我想還是要請評審過來跟我們講評一下 今天的比賽到底如何 那我想首先讓我們來歡迎 貓獎道具工坊首席道具師菲菲老師 來幫我們做今天比賽的講評 讓我們歡迎菲菲老師 好有嗎有 老師你今天看大家的比賽您覺得如何呢 很多上次在隊伍都不錯 但是也看得出來有幾組的人 在表演的時候比較生疏 比較生疏一點 對可是真正來說是很有活力的啊 對非常有活力 每一組都非常有活力 然後看得出來對他們的角色跟他們的作品非常熱情 所以感受到了熱情 那在老師您特別注意的道具的一個部分 您有特別想要點出來 這跟結果或者是評選已經無關 因為其實名單已經算出來了 您有個人覺得特別注意到的一些道具嗎 我個人最喜歡的道具當然是最後一組 那個衛生通知 他家應該印象深刻就是他那顆刺蝟頭 刺蝟頭 對 所以我想這些道具的一些精進製作 也是評審的看一眼的一個地方 那剛剛你們討論了很久嗎 討論蠻久的 討論蠻久的 對 所以最後終於有了一個答案 我們也期待這個到底最後得到三個獎項的是誰 好 謝謝 各位老師謝謝 謝謝 那請接著讓我們歡迎ACG Dancer 這位舞蹈老師Hinaako 廚子來為我們講評 那請掌聲歡迎廚子老師 好 大家好 那麼很開心 今天的比賽呢 終於到一個斷落了 廚子老師今天跳舞的組別 意外的請多對不對 對 蠻多的 那我覺得有一些人在有出方面 有融入自己的創意的避震 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有些地方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更 對自己更有自信一點 到了這個台上的舞台的時間 就是屬於你的 那可以盡力的發揮 你想要對這個作品 跟這個角色的熱情 跟熱愛 可以盡力的把它表現出來更好 所以能不能享受一個舞台 那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畢竟上台都會緊張 對對 那當你克服了這個緊張 或許你可以更融入你的角色當中 然後也可以把你的表演表現得更好 對 所以有的組別他的差異 可能就會差在 他們是不是更能夠融入這個角色 在這個表演當中 對 那有的組別可能 其實他準備得滿好的 就是差了那一點點自信 OK 好我想初次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其實也包含他個人的經驗 也包含他今天所看到的 那畢竟今天舞蹈的表演形式是添薄的 所以我想也是辛苦的啦 你們今天應該說是看得很辛苦的其中一位啦 嗯 算是也是感受到就是每一屆啊 大家對動漫作品的熱愛 好 我們也期待到底呢是哪一堵 會是我們這一次的三個獎項的這個入選組編 那請大家歡迎我們再次熱心掌聲 謝謝 初次老師謝謝 所以喔 就是各個老師其實看 都是以一個為了作品 或是為了表演得更好 來給大家的建議 那接下來呢我們也歡迎 車山工坊服裝設計師 學員順老師來為我們獎品 熱情的掌聲歡迎學員順老師 來 老師 老師 您今天看了我們比賽這樣下來 您覺得如何呢 呃 今天的比賽我真的是 老師 您還活著嗎 不是 因為今天的比賽 我覺得 呃 大家 呃 跳舞的主力很多 然後因為我是還蠻配的 就是跳舞說的表情跟水域 那個配組有沒有對上 喔 對 所以我記得他就一直 眼神 眼神一直在快 對對對 但這次還蠻 我覺得有基本上我覺得很清潔 對對 還蠻特別的 就是真的有 就是 天不得我怎麼沒有想到我做的 喔 所以其實有時候表演 當然你能夠完美演出 那這是一個基本 你能夠在表演當中加入一些創意 這個當然是考驗 那在表演的過程當中 你的表情 其實很多的書是表情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自內心的在笑 是 尤其是很多 今天有偶像類型的作品 對 那偶像嘛 當然在舞台上 唱那叫叫叫笑 才能讓別人笑 對 尤其是像偶像類型的作品 如果他能用他的表情 透過他的表情 透過他對手的方式 讓我瞭解 就可以瞭解到這個角色是什麼樣的個性 那這次真的是大加分 因為今天跟出品起來基本上很多 已經沒有辦法用 用加分的方法就算 都是找誰去做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因為大家其實基本的工夫都很好 那所以基本想要在很厲害的裡面 脫一條書 有時候一些創立跟 一定是要想一些 就是可能其他人 不會有的巧思加進來 這樣子 對 為我們的表演 增添一些加分的 這樣子 OK 我想學生老師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這個真的也是很棒的一些建議 希望給所有參賽者 跟未來可能會成為我們這個舞台上的參賽者 都可以吸收 未來讓大家更精進 謝謝 謝謝學生老師 謝謝 老師對這個非常非常的要求 就算這麼瘋狂的 他一定要下來為我們試試講話 好 那我想今天我們剛才聽完了評審們的講評 在今天這個會場 其實來了幾位貴賓 讓榮大雄呢 來稍微唱名介紹一下 那也希望現場的朋友們 能夠給予他們一些掌聲 因為有他們才有我們這場活動 沒有他們其實每次辦一個活動 那各種的難關是蠻多的 今天在現場呢 由我們高雄捷運公司的總經理 歡迎賀星總經理在現場 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 那我們呢 我們是聯辦銀行的 顏選民經理 今天呢也在現場 今天還特別來看我們的活動 好 說歡迎兩位 那我想接下來呢 我們請賀星總經理 來為我們講點話吧 好 請他回到我們再次的 歡迎光雄捷運公司 賀星總經理 希望高雄捷運 謝謝我們非常帥的大雄叔叔 賺小朋友 賺小朋友 賺小朋友是不是 嗯 高姐 非常高興 能辦這樣的活動 記得 記得 我們的小球 大概快五年前 成為我們公司的同仁之後 我們連續四年 辦了這個夏季的動漫 那謝謝我們的 W.S.原動漫遊 這個鄧總監 是 還有我們的聯邦銀行 一直支持我們的原經理 還有我們今天參加我們的 這個二手四級的 高雄市國稅局等等 還有好多單位都常支持我們 我們這個站呢 是美麗島站 大家在最漂亮的一個 全世界第二名漂亮的車站 來襯托各位 第一名有活力有熱情的 我們動漫的民朋友們 今天表演得非常棒 我看的都很興奮了 十七組競爭也非常激烈 我想我也不能花太多時間 因為大家很期待得到 到底是 刮落誰家還能得這個獎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的 明年我們再犯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支持 謝謝 謝謝 林總監有我們的精神的喊話 那終於留步 我們現在難得的機會 我們就請 我們也請 呃 經理啦 我們也請今天的評審老師啦 我們今天請所有的表演者 以及所有的參賽者 我們上舞台 我們一起來留一個合照 的一個留影吧 來 我們邀請所有的 今天的評審老師們 我們邀請所有的參賽者們 我們到舞台上面來 包含了我們今天的表演者 GENERATION 今天他們是所有來參加 我們活動的 我們民視宣布得獎與否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重點是在2018年的夏天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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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的夏天 我們辦了一場很棒的活動 在這個活動呢 我們聚集了高雄熱愛東方化文化的朋友們 一起在這個舞台上面 發光發熱 發光發熱 那不管講說最後誰家 我們都希望大家是開心 而且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高雄捷運公司 包含了聯邦銀行 包含了我們剛剛的市政府 民政局 經理區區公所 W.S.都是在地最支持動漫文化的單位 感謝你們 沒有你們 我們沒有這麼棒的活動 我們的暑假 就只會是一群暑假作業 非常困惑的一個時期 那有高節 有夏天高節動漫季 我們就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有比賽 有二手市集 有外拍會 各式各樣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帶給大家 一個很熱情的一個夏日回憶 也請現場的工作人員 幫我們把所有的參賽者 都找到好的位置了之後 工作人員跟現場的媒體朋友 跟現場的所有朋友 以及我們的直播鏡頭 可以記錄一下我們這個時刻 就是我們2018年 夏天高節動漫季 Cosplay角色扮演大賽 所有的參賽者 所有的老師 評審老師 所有的表演嘉賓 以及兩位最支持 我們活動的長官 都在現場 一起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那我們也請下面的朋友 如果已經拍完了 就請您先蹲下或坐下 讓後面的朋友 可以來捕捉這個重要的時刻 也希望大家維持最美麗的笑容 我們到最後一刻 陪我們到最後最後的一刻 來揭曉最佳表演 最佳創意趣味 以及最佳造型獎 我們還有三個獎 要來好好的搬一搬 到底會獎落誰家呢 我也很緊張啊 我想所有的參賽者 也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就讓我們一起 讓我們一起來 然後最後一刻 好 他們還沒有拍到的 都拍到了 我們拍完了 我們就要來頒獎囉 都拍到了嗎 好了 我數321 我是321 5 4 3 2 1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請評審老師 跟表演團體Generation 先到舞台旁邊休息 那所有參賽者 請站舞台旁邊Standby 我們等一下頒獎 那接下來我們要頒發 最佳造型 最佳創意趣味 最佳表演獎 那到底會獎落誰家呢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一下吧 好 緊張刺激的一個時刻 終於到來了 那今天的17組 扣掉兩組棄權的參賽隊伍 最佳的造型 最佳的創意趣味 以及最佳的表演獎 到底是誰呢 不管哪一個獎 我們都是獎金一萬元 跟獎牌 我們是作為一個鼓勵啦 因為其實大家看過我們今天的表演 跟他們的道具就知道 那一套道具做起來不只那個錢 那個很貴的啊 很貴的啊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種鼓勵 那是一種鼓勵 我們願意這些獎金去鼓勵大家 下次再來比賽 好 那首先呢 第一位要來幫我們頒發的 是最佳表演獎 最佳表演獎 那我們的頒獎人呢 我們要請 廚師老師來幫我們頒獎 我們請廚師老師 好 現場的朋友掌聲 我們歡迎廚師老師 來 我們工作人員準備好 那是我們最佳表演獎的獎金跟獎談 那廚師老師要來幫我們宣布 第幾組得獎 好的 那我們今年2018年的 不差一大賽 他的最佳表演獎 得獎的就是 我們最後一組 第17組的鬼神童子作品 恭喜第17組鬼神 我們這樣給你廚師老師 謝謝你 得到了2018年 夏天高階 動漫及Crosplay角色 敗大賽 最佳表演獎 來來來來來 我們請廚師老師頒獎 那這次呢 他們以鬼神從此 這部作品的經典的動畫作品 來表演 那剛好呢 也紀念廚師經典去世了 那我想這部作品的勾起人 共同的回憶 他們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 得到這樣的一個好成績 今天朋友都有拍到嗎 回去歡迎大家 在網路上分享 好 分享 就是他們的表演一切給大家 好 謝謝 那我們請 德江城跟竹子老師 我們現在 我們後面stand by 我們現在後面stand by 等一下呢 我們還要繼續來頒下一個 然後到時候 所有德江城一起辦 一起拍一張照 所有德江城一起拍一張照 接下來 我們要頒發的是 最佳創意趣味獎 那要邀請我的頒獎人 是聯邦銀行的 顏寫明 顏經理 來經理 來經理 那我們把那個獎金跟獎牌呢 也準備好 我們把獎金跟獎牌也準備好之後 經理 我們要來頒發 那您只要告訴我 哪一組就好 好 請經理 為我們 宣布 得到最佳創意表演獎的主題 也是 第16組 恭喜第16組 南軍光線聯盟 獲得了2018年的夏戀高潔動漫季最佳創意趣味獎 我們請顏經理來頒獎 好 來 這是獎牌以及獎金 好 一個趣味的一個演出來詮釋兩個之彼此的一個對決 非常的有趣 但也不失專業表演的一個水準 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們非常的恭喜他們 好 都拍到了嗎 謝謝 那我們請怎樣子在後面 南軍也幫我們稍微留步一下 因為最後最後 我們來頒發這支最佳造型獎 我們邀請到的是 高雄捷運公司 賀心總經理來幫我們頒這個獎 我們請總經理 高雄捷運公司 最佳造型 大家期不期待啊 好 是我 是我趕快 來 我們第幾組呢 好 這次2018年 夏戀高雄東漫季COSBAY比賽 最佳造型獎得獎的組別是 是 第 三組 五 我們恭喜第三組MOOTRAISE 得到了第一棒 恭喜第三組 恭喜請上到舞台上面來 好 我們也請賀總經理來為我們頒發 這一次的獎金以及獎狀 那第三組MOOTRAISE呢 以樂歌給他這部作品 然後來一起表演 他們華麗的造型 順利的舞台效果 他們得到了這一次的最佳造型獎 哇 來隊長 還是誰來幫忙 來 拿一下我們的獎金一起 我們一起拍一張得獎 得獎照片 等會呢 我們也邀請得獎者 快將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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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佳造型獎得獎 好 都拍到了嗎 OK 來我們也邀請 欸經理我們再次到前面 我們這一次的三組得獎者 我們一起上前 換總經理我們再拍一張所有得獎者的 所有得獎者 評審老師需要嗎 評審老師有需要一起上來嗎 還能夠再上來嗎 所有得獎者的 所有得獎者的 我們一起再拍一張 不好意思 因為宣言順老師比較辛苦 慢慢來 慢慢來 好 那前面 稍微蹲一下 前面稍微蹲一下 前面稍微蹲一下 好 好 好 把自己的臉露出來 這是這一次 好 現在是老師在舞台前 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這是這一次呢 我們2018年 夏令高潔動漫季 好 好 那 我們Postplay角色扮演大賽 所有得獎者 好 三位評審老師 以及兩位長官 好 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刻 所有的表演者 所有的參賽者 都很精彩 好 當然其中必須要有個勝負 沒有得獎 不代表你不優秀 可是更希望的是 在得完獎 比完賽之後 跟所有人成為朋友 互相切磋 互相交流 寫作對手 面作朋友 這是Postplay比賽的一個爭議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繼續的精進自己 未來這個舞台 也會持續的歡迎 所有喜歡Postplay表演的人 一起上來 跟我們一起抽牌較勁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您請呢 賀金總經理要留步 好 那得獎者呢 跟評審老師們 請先離開舞台休息 好 請先離開舞台休息 總經理要留步 您今天呢 其實還有一個 Surprise 為什麼 Surprise 應該要頒發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感謝 哇 那太棒了 感謝 真的應該感謝 感謝很多人 要感謝很多人 有哪些人 值得我們特別的感謝 像今天大熊主持這麼好 大人不感謝 唉唷不敢當 還有WS的 我們組的那個 原動漫遊 鄧總堅 哇 陪著我們四年 陪我們四年啊 陪我們四年啊 也是啊 順啊 謝謝 所以我想最後 我們還是有一點 一個感謝的一個禮物 要送給WS的鄧總堅 真的嗎 真的真的 還好我沒有記錯人 真的 好 好我們歡迎我們這一次 主辦單位之一 也是我們WS的總監 鄧與其 鄧老師鄧總監 登牌 好 辛苦他們了 在在地呢 幫我們的 在地 喜歡動漫化的朋友們 舉辦 WS活動 包含夏令高年動漫機 各系幹的動漫我們 這麼多年 沒有他 也就沒有我們 這麼棒的一個活動 謝謝 謝謝鄧老師 謝謝鄧老師 也謝謝鄧老師 也謝謝 各位朋友 謝謝他們 那我想喔 今天的活動 到這邊包含了剛剛整個 Cosplay比賽的差不多 高雲段落了 今天好多朋友 一起來看我們的活動 網路上呢 也透過直播 也很多朋友 一起來欣賞我們的活動 如果您對於這類型的活動 還有興趣 在今年的十月十三十四號 在我們的高雄新絕江 也即將要舉辦高雄動漫嘉年華的活動 到時候在新絕江我們會封街來舉辦 也歡迎十月十三十四號跟我們一起到新絕江走一走 好的呢 在今年的十月二十七二十八兩天 我們第三十七屆的W.S動漫遊戲創作長 也會來舉辦 也歡迎大家也一起去W.S走一走 那當然 今天的二零一八 夏令高級的動漫季 在舞台這邊的活動 告一個段落 不代表 今天的活動就結束了 在面對舞台的正後方 我們有一條長長的這條手道上面 也有我們這一次的動漫二手市集 有很多在地的攤位 同好在現場擺了很多的一些動漫相關的周邊商品 也歡迎大家去看一看 而剩下的時間 如果你想要找今天的參賽者照相 找他們聊天 或者是你覺得看完了很感動 想要跟他們說說話 加個好友 歡迎自由 有禮貌的 把時間交給所有的現場同好們 互相交流 互相切磋了 今天再次的感謝所有人 來到高雄捷運美麗島 在光之成品之下 參與我們二零一八年夏令高級 動漫季的風貝大賽 我是主持人大雄 希望呢有機會 還可以為大家在舞台上面服務 今天再次的感謝大家來參加 謝謝